Oh, it's me,阿羊 本期是一个游戏杂谈 就是我们的魔物猎人,Now 当我打开手机 然后听到英雄之政的主题曲响曲 身为一个新大陆的苍蓝星 神火村的烈火 先不说我的猎人魂 整个有没有燃烧起来 一开始还真觉得 萌行闹嘞 手游啊 卡表你都收掉多少款萌行手游了 拜托别闹了 妈嘞,我还不嘴报卡表的吗 哪一次不嘴 不过,老实说 玩了一阵子你会发现 其实系列的很多要素 都得到了忠实的体现 当然啦,有好有坏 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好了 第一点,生态 魔物猎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魔物啊,不然是猎人吗 萌行闹钟我最喜欢的设计 就是地图和生物体系的显现方式 只要打开地图就能看到 你想要狩猎的魔物坐标位置 跟那可收集的物品 光这点就凋打Pokemon GO 虽然说Pokemon GO的设计是类似 随便很多可达亚这种生态 那要是我住在美国内华达州怎么办 没水啊 是不是表示我一辈子遇不到 鸣鱼龙或海龙 还好这次的地图设计是分成三大区块 然后隔一段时间 这区块的种类还会改变 今天你家是沙漠 过段时间你家变森林 这样就算你每天上下班 走同一条路好了 也有可能会遇到 不同的魔物不同的景观 区块设计我是大推的 而刚提着说 打开地图可以一览魔物的点位 哇,都不需要缆热球 或是跟热气球招手呢 这个设计我觉得是好的 这是一种以魔物为本的设计 Pokemon GO是鼓励你从Pokestop 走入到另一个Pokestop 收集球球然后沿途随机遭遇宝可梦 而猛虹Now则是让你可以根据 需要狩猎的魔物 或是你需要的资源来规划路线 加上每三小时更新一次 这样游戏的变化性 与目的性都出来了 不得不说这个设计看起来挺好的呀 第二点魔物 先说数量 游戏中的魔物只有13种 而且几乎来自猛虹World 这个数字连魔物的总数10%都不到 我心想你开玩笑呢卡表哥 猛虹游戏有哪做出来 没来个五十只起跳的啊 13知识要玩啥 虽然说这牵扯到打素材的效率 毕竟假设画面上一次出现 五十种完全不同的魔物 我也是很困扰 我要怎么去专心打我的烧鸟素材 让我的烧鸟武器升级呢 我想这也是之后更新头痛的问题吧 但我比较想说的是 魔物的动作非常的利用 没想到魔物的动作在手游上完整呈现 特别是魔物的动作拍人设计 是随难度改变增加的 就好比烧鸟一开始龟斑石头 但到了四星之后就会开始暴石头 一个不小心就会打到弹刀呢 这个设计对新手真是友善 这种慢慢的让你一步一步前扎 之前上下位狙击的设计也带到了手游上 但是更加大这个设计 不过说战斗 还是必须回到我们猎人身上 第三点猎人战斗 你看看我们在那个小小的玻璃上 叉叉叉叉 点啊点的 一个三星简单的爆炸 短短几秒就能干掉一只魔物 哇靠 是不是有点太强了点 超不利用的对吧 根本每场都是当贴在打 狩猎魔物很简单 但是来到四五星 这游戏的难度成为直线上升 只要你是照着故事任务这样解 你绝对会稍微卡在四五星的魔物 不过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提过了 卡表你又调皮了呀 难度平衡什么都根本乱搞嘛 搞得我每次都要用五十道闪躲 然后来个反击伤害 不容易啊 我以为我在玩魂类游戏呢 这根本不是给休闲玩家玩的游戏啊 看起来很棒很华丽很典型的萌行 不过我一个老米大半青春都在狩猎的猎人 都觉得有点不简单了 更不要说那些只玩Pokemon GO 那些拿着Pokeball在那儿丢啊丢的 啊我没说神哈 我说我家灾爱公主 他怎么打得过呢 哎不过让我还是说句好话 萌行是什么游戏 共斗游戏啊 我一开始就和我的新迷伙伴们 不断的一起共斗打魔物 一个人打不过 四个人打呗 虽然血量会上升 但魔物再怎样就一张嘴巴 有两张嘴巴的魔物吗 没有嘛 要咬也是咬一个人 其他人全力输出的嘛 四个人这样打啊打着的 只要大家素材装备提升起来 很快四星五星的难度 也是可以过去的 不过素材嘛 嘿嘿 第四点 素材 先来说历代萌行的基本流程是什么 一开始被魔物捏 后面换你捏魔物 这是萌行长久不变的真理 素材拿来制作装备 装备起来就等你捏怪吧 但那个该死的素材 掉漏率真是感人啊 我打一星的魔物 掉一星的素材 嗯合理 我打五星的魔物 还是掉一星的素材 诶三小 我一个上班族啊 大家可能也是上班族 或是上课的学生 我们就下班下课 假日想说走走晃晃玩玩 我走每一百公尺 就被五星怪打到没血 还掉的是一星素材 那我打五星怪 冲啥勒 然后我要升级我的装备 那素材要求数量 有够多缺到一个不行 我走出门 不转打某些特定魔物 还真不行 你看 骚扰太刀很强啊 骚扰装备很好用啊 萌行 启动 嘿嘿嘿 我是烧鸟猎人 我最喜欢打烧鸟了 哦对了 后面换成火龙 想要伤害高火龙装备 不可少 后面换成火龙猎人 萌行 启动 我是火龙玩家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第五点 装备 先说说武器 目前萌行十种武器中 只有六种可以用 最复杂的顿斧 超龙棍都还没出来 说实在 我还挺期待的 只是现在的武器里面的 每一种看起来都差不多 例如我要做一把火刀 蠻二跟火龙都差不多 但是萌行闹的设计计算大改啊 以前我们可以无属性 直接打到中局 无属性或属性武器 谁好谁强 根据不同武器 不同魔物 都没有一定的定论 而萌行闹的属性武器 却成为非常重要的伤害来源 无属性打角龙 DPS不够打不完 那就做一把冰刀 打完还剩个20秒有余 所以选对武器匹配魔物 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部分 Butter 偏偏就是这个Butter 刚刚说了嘛 素材难打 武器也要素材 防具也要素材 作为一个烧鸟太刀 我都变成烧鸟猎人了 假如我想做个整套装备 其他魔物我都不用打了呀 所以一个魔物 一个部位的装备 这样你才有办法 每个部位都好好的升级 但偏偏勒 武器各个属性都要做 所以像我挑了烧鸟太刀起手 选了蛮二 风雷龙 鲤鱼龙 风飘龙 当做各个属性武器 那这些魔物的装备 就别想做了 所以这么说吧 本传里面 你可以制定很多不同装备 成就各种不同的流派 在遇到不同的魔物时 交换流派 同时追求多种装备 是有价值的 但在猛行闹 是不能这样做的 不然你只会卡树才卡死你自己 然后浓到天荒地牢 相信魔物之后变多 之后会改善 第六点 道具 简单说一句话 我一辈子没当过 那么穷算的猎人 每天都泡施舍的五罐回复药 因为你想好好玩 就必须喝水嘛 不然你就是要停止游戏 一个小时 直到你的血回满 说真的 在这速食时代 你真有那个时间那么慢活吗 萌行闹 是需要你出去走走才能玩 你总不可能今天说 出门漏伍 结果十分钟内把水喝光了 如果你想玩很长时间 那就买药水吧 一罐台币约十块 一天喝个五罐 五十块好了 你大概一天喝一杯珍奶的钱吧 不想花钱 你就三种选择 在一天内拆成几次较短的散步 或是 纯十罐免费的水 在周末进行较长时间的散步 第三种 把技术练好 开玩笑 哇塞 我苍然心耶 完美的掌握闪避时间这基本的 不过人在江湖走哪人不爱刀 我偶尔还是会送到伤害的嘛 一天五万水我OK啊 但那些玩得很爽的辛米呢 他在江湖走每场都爱刀啊 加上75秒狩猎时间的压力 难度上来DPS不够 必须瘫刀的问题 我带辛米打 我一瘫连我也爱刀 萌行有一种乐趣是合成制作 假设制作药水的方法没出来 素材难掉又必须打高薪魔物 但Niantic或卡表那贪心的嘴脸 想要靠着卖水发大财 我相信会有大量的玩家失去乐趣 第七点 染色球 我要特地把染色球拿出来讲 三倍恢复药的价格 但是烂透了 路上有只角龙很强 但我暂时没有时间打 于是我用染色球抓回家打 一个不小心我fail了 然后这魔物就不见了 三小 欸三倍恢复药的价钱啊 更想说的是 染色球不能远端连线 不过我知道 大家可能说 欸这就是要你出去打怪啊 想不到在后Copy时代 还这么强调人与人的连结啊 好歹魔物也是我从外面抓回来的吧 不然三倍恢复药的价格是在贵什么的 然后没有陷阱 没有闪光弹 道具这边哦 目前超级差评的啊 第八点 更新 我相信更新这块会做得很棒 绝对会让你有很多的活动啦 后续更新 让这个游戏有很好的黏着度 而且卡表在发表会都说了嘛 12月会更新 可能会有闹专属魔物 后面还来个雷狼龙的叫声 暗示雷狼龙登场 加上我说很多道具没登场 说真的 我还是蛮期待 不过这游戏大概会在几次改版之后 被改来面目全非 也没什么不好 但前提是这游戏要能持续下去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第九点 公司现状 你看哦 卡表的萌行手游 之前除了那一堆什么XPLOR RIDER 全部挂点通通向架 那Neontag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呢 大概就手游界的GF社 就是靠IP 除了一开始靠宝可梦做红的Pokémon GO 后面跟其他IP合作的AR游戏 哈利波特 倒掉 NBA Old World 收掉 变形金刚 下架掉 漫威英雄世界 终止开发 全部都是大IP都弄到刀光光 今年还关闭洛杉矶工作室 还裁员230人 Neontag就是靠Pokémon GO 赚了一堆钱 抱到一个宇宙级别的大腿 就自以为自己是个很屌的游戏公司 然后复制贴上开发了一堆烂游戏 然后你跟我说这两家公司合作 萌行闹的未来我真的很难想象 第十点 结论 好的 虽然我靠北边走了两家公司很多 但是回到游戏本身吧 好不好玩 大店超好玩 这是Neontag自从Pokémon GO以来 最成功的作品 当然你说抱对大腿野心 毕竟看起来狩猎这块是卡表在负责 我真心是觉得这是最有成功潜力的一款萌行手游 只要卡表把狩猎这块顾好 Neontag把活动这块弄好 希望两家公司都能给予他所需的支持 虽然说缺点很明显 但是萌行闹 萌行闹是一个在下班下课后的时间 跟朋友或情人 一个猎友们 相约一起到附近公园或夜市 散散步 打打怪 联络感情 我觉得这才是这游戏的提骨味 平分嘛 一个人玩大概5-6分的游戏 朋友一起玩就是个8-9分的游戏 共斗当然也是萌行的核心之一 比起Pokemon GO那单机的玩法来说 这款萌行闹才是真正有意义的AR游戏 各位记得 我的萌行闹狩猎狩猎日记 观光旅游兽猎的萌行闹影片 会持续的推出 也请大家多支持 好的 那么我是阿阳 那么大家拜拜 拜拜